上一條片我們提過Interval of Convergence 只有三個Case 第一,只在Center Converge 因為Center 這邊是必定 Converge 第二,成條素線 第三,就是你的Center 向外延伸一個有限距離 組成一個Open Interval 在這個Interval 裡面 Converge 三個Case 分別的半徑就會是0 無限大和一個實數 至於怎樣找到這個Interval 我們會給一個顯示 就是用一個Racial Test 當然沒有示範 就是說,如果你計算這個Limit 我們根據答案的數值 其實有不同的Case 它小過1的話,那就converge 所以我們稍後就會計算 我們希望它小過1 看看我們的X有什麼限制 我們看三個例子 都是找到半徑和Interval of Convergence 另一方面,有些運算 我不會詳細說的 你自己拿紙和筆慢慢做 因為不是重點 我不想浪費太多時間 Task A 所以,計算這個Limit 那你就把AK加1 和AK進去 那由於你除AK 即是在除份數 那你就乘回上下的顛 然後做約選 例如,負2的次方 和負2的次方一樣 X的次方 和X的次方一樣 那約完之後 你的兩棟就進去 那譬如 兩棟負2就是2 然後兩棟X 但是K加1和K加2 由於K本身是出向直無限 你當正數這樣看 那K加1和K加2都是正數 那兩棟可有可沒有 好了,然後呢 我們紫色的部分 可以和K無關的 你在Limit的時候 可以搬出來 當Constant這樣看 剩下這個K加1 OVK加2 應該是趨向1 那所以最終答案 就是2乘以26X 那由於你現在希望去converge 那所以呢 我們就說答案要小過1 你嘗試解這個Equality 那你會發覺X會被-2分1和2分1夾住 那當然啦 在這個Interval裏面是converge的 但是未完 那個End Point 其實都有機會converge 我們就知道 End Point以外那一堆一定會converge End Point未知 你要獨立去查 譬如在2分1的位置 你代回X的2分1進去 你嘗試做個化檢 -2的K次方 乘回2分1的K加1次 你會得出-1的K次OV2 那然後你留意到 有-1的K次方 做不是alternating series 一定是加減加減或者減加減加的啦 你再check 所以我們利用alternating series test 你可以check到它是convergence 那另一方面 你代X是-2分1 另一個End Point 黃色部分你做個弱選 你最後會計到-2分1的 那你留意到 這個series 其實跟我們harmonic series很相似的 除了欠個-2分1 那所以你利用compressant test去做 你是證到diverge的 那你會見到 不一定兩個End Point 同時converge 或者同時diverge 它一定各有個體的 全部都是獨立 那我們就寫回總結 Interval of Convergence 就是-2分1去到2分1 但由於這個End Point 是converge 所以中括好 半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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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容易看的 你記得 它本身是一個power series in x-x-log 那你現在呢 你按回樣子就是x-0 center 是0 那你看回interval 其實只不過是0 向左和右 退了1分1 那所以半律 就是2分1 搞定 好了再落了 part b 都是計算限定 又是代回k k加1 這一塊是ak加1 除你的ak 即是乘法上下跌到 做藥減 那基本上-1的次方 你不用特別做藥減 因為你兩棟之後 必定是正 你當它透明就可以 然後x加1的次方 分子了2次 吃那兩棟進去 那你k2加4 和k加2加4 都是正數 可有可無 然後就會是兩棟x加1的square 又是紫色部分 和k是無關的 先搬出去 剩下的分數 應該是翠行1 那所以最終答案 就是兩棟x加1的square 又是你希望去converge 那所以答案 必須小過1 解回equality 那你就會有x加1 在負1至1之間 整條色再減1 中間就會變成x x在負2至0之間 那又是未完 記得檢查一下負2和0 究竟能否converge 那你先代負2 x代負2 那你做化檢 那你化完檢之後呢 就會有負1的k加一次 又是啦 你見到這個負1的次方 一定是alternating series 加-加-加-或者-加-加-加 用回alternating series test 你發掘是converge 然後呢 x代0的話呢 又是類似 當然啦 你可以再用多次alternating series test 證明是converge 但另一方面 你留意到 和上面呢 只不過是欠個符號 所以都converge 這個case 兩個n point 都是converge 和剛才不同 最後答案 負2至0 兩邊都是中綠號 半徑的話 怎樣看呢 很簡單 它suppose是x-xlog 現在是x加1 也就是說 xlog應該是負1 負1是中心的話 向左右分別動一格 這個1呢 就是你的半徑 好了 來到最後part c 又是計分的limit 寫下去 做弱簡 pi和pi弱 x-1的次方和x-1的次方弱 上面還有square 兩個factorial弱 分母只有2k加2 乘以2k加3 下面打錯了 這個應該是3 那兩棟四進去 2k加2和2k加3 本身是正數 所以兩棟可有項目 然後呢 你會有兩棟x-1的square 又是紫色的部分 和k無關 你在tetlimit的時候 可以搬出去 只不過當k出向無限 後面這個份數 一定是出向0的 所以最終乘回0 答案都是0 那你可能會問 咦? 調色的答案連x都沒有了 那我怎樣解釋 哪有equality給我解釋呢? 它的意思是 無論x是什麼都好 最終的limit都是0 是小過1的 也就是說 怎樣都converge 怎樣都converge 今次你的interval 就會是負無限去到無限 這個半徑呢 都是無限大 那我希望這三個case 幫到你明白 怎樣去找 interval of convergence 和radius 我們下一條片講 Taylor Series MING PAO